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许多帮助 也从罗同学身上体会到生命的韧性 轮椅坏掉什么的也是请他来帮忙 然后人静商他也帮我找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总统教育奖也是他帮我报的 他反而让我们学习到更多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孩子一开始 真的就是坐在轮椅上 但是千秦从头到尾 没有让我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令人值得学习 因为体力无法负荷上下学 目前他在家自学程式绘画贴图等 有了家人的陪伴让他能坚持下去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到大学 如果他体力负荷得了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读大学的 只是说他学习的东西就是 他有兴趣的他想要的 他觉得喜欢开心的东西 得奖的钱我想要用来就是 研发一些机械手臂之类的扶具 如果研发出来对自己的行动能力 也是很大的帮助啊 也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 大海新闻牛书屏房文期 邓明依花莲报道